大家好,我叫龚杰,是FRAM方牌机油滤清器的技术培训师。 这段视频会着重介绍机油滤清器的分解以及构造。 我们打算通过对机动车引擎润油系统以及机油滤清器的组件来向您展示它们的工作原理和制造过程。 之后,我们也将会通过比较几种类型的机油滤清器来说明它们之间的不同。 首先是机油底壳。 引擎冷却时,机油会被储存在这里。 当引擎开始运转,输油泵也会随之启动,并将机油从机油底壳吸起,然后推入滤清器。 由于引擎输油泵是正排量泵,随着引擎的加速,压力也会变大。 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方法来调节和控制机油的压力。 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在引擎钢体内加装一个压力调节阀。 这个阀通常是由一个简易的弹簧和注塞所组成。 阀门会在油压达到预定值时打开,并将多余的油压排回到机油底壳内。 如果这个阀门出现粘连,引擎很快便会由于油压过高而产生故障。 滤清器外壳膨胀,或者是滤清器内部的O形环,由于压力而被崩出,都是常见的警示信号。 机油过滤之后,引擎轴承也会在压力下充满机油。 剩余的机油会由于重力的关系流回到机油底壳中。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机油滤清器。 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滤清器外壳里到底装有什么。 我们只知道其中会有某种过滤介质。 但还有什么其他组件呢? 首先是外壳。 FROM方排滤清器的外壳均由扁钢经过一系列的模具冲压而成型。 外壳厚度的设计既要薄到轻便,又要厚到可以防止漏油和来自路面杂质的磨损。 下一个组件是底部盖板。 它是外壳的底部,也是滤清器功能上的最后一个环节。 底部盖板上的螺旋条纹便于滤清器和引擎的连接。 凹槽里嵌有优质的橡胶密封圈。 周边一系列的小孔为浸油孔。 机油过滤之后,再由中间的大孔进入引擎。 从而润滑轴承。 接下来的组件是纸回阀。 也有人称之为片状阀。 但正确的术语应该是纸回阀。 普通滤清器的纸回阀材质为丁晶橡胶。 高级滤清器的纸回阀则是由硅胶材料而制成。 纸回阀是一个单向阀。 当引擎运转时,它会允许油泵将机油注入滤清器。 换句话讲,就是在引擎工作时,阀门会打开,当引擎关闭时,阀门会闭合。 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使滤清器和机油通道保持满油状态,来减少车辆长久不开时冷启动所造成的磨损。 需要注意的是,机油首先从油泵进入滤清器。 在滤清器和机油通道满油以前,引擎的运转是没有机油来润滑的。 由于许多机油滤清器会以一个斜角安装在引擎上, 如果它们没有装配指挥阀的话, 滤清器和引擎机油通道里的机油很快便会被排空。 并非所有滤清器都装有指挥阀。 有些引擎在设计时,会将滤清器以垂直的位置安装。 这样的滤清器可能就不配被指挥阀。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滤清器里实际工作的部分。 过滤介质。 过滤介质有两种功能。 第一是捕捉杂质。 捕尘效率是滤清器过滤功能的测量标准。 第二是容纳杂质。 容成量是指滤清器存留杂质的能力。 FRAM方牌高品质的过滤介质实现了两者的理想平衡。 并非所有的过滤介质都有相同的制造工序。 除了纤维素这个基本成分以外, 为了增加其补尘、容成的能力, FRAM的工程师们也在其中加入了合成玻璃纤维和锯纤维。 市场上价位较低的滤清器中, 通常只有一个普通纤维介质。 其效率等级只能达到80%左右。 FRAM的工程师们设计出了一种由高性能纤维和多种不同合成纤维混房组成的配方。 这样做既节省了用料, 又比普通纤维介质提升了过滤性能。 这就是为什么FRAM方牌机油滤清器都可以达到95%至99%的能效等级。 这是过滤介质在成型之前的样子。 它是由巨大的卷轴, 经过打褶机,打褶之后成型。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成型之后的介质。 紧接着机器会将它们围绕在钢管上而组成滤芯, 然后再通过塑胶与工程纤维端盖粘合密封。 目前,同行业中的许多人都在讨论制作端盖最好的材料是什么。 其实端盖本身并不是滤清器的一个结构元素。 它的作用只是用来密封滤芯的两端。 FRAM的工程师们早在45年以前就开始使用工程纤维材质的端盖。 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 浇水在浇合两个多空表面时会达到更强的粘合力。 FRAM团队已经用这种方法生产了超过20一个滤清器。 我们每天都会采用热油测试来证明这项技术。 许多汽车制造商,包括宾利、本田、通用和斯巴鲁也都采用类似的技术。 实际上,如今许多新型丰田汽车上所配备的原厂滤清器, 根本就没有配备端盖。 机油滤清器的下一个部分是旁通阀,也叫安全阀。 它具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第一,是保障引擎在冷启动时的机油流动以及压力。 冷却时的机油可能会粘稠,而变得不易流动。 过稠的机油可能根本无法通过过滤介质。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旁通阀就会打开。 这样,机油就可以顺利流入引擎,润滑轴承。 当引擎和机油预热之后,阀门就会关闭,机油便会正常从过滤介质中通过。 第二个功能,是当滤清器饱和时,确保机油的正常流动。 所有滤清器的补沉和溶沉能力都是有限的。 这一点,我们将会在第二段视频中做详细介绍。 当滤清器达到饱和状态时,机油便不再能从过滤介质中通过。 旁通阀这时便会打开,从而使被经过滤的机油流入引擎轴承。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滤清器已经超出了其使用寿命。 有许多因素会影响更换机油的周期。 这其中包括您的驾驶风格,驾乘长短,以及机油和滤清器的质量。 甚至在车辆较新时的保养频率,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这说明了如果不按正常周期更换机油和滤清器,而又经常跑短程的车辆, 其内部可能会堆积许多污垢。 这可能会使滤清器比一般情况下更快达到饱和状态。 滤清器的最后一部分是叶片弹簧。 这个弹簧会将超过70磅的力量压在指挥阀上,从而将滤芯紧密地封闭。 现在,我们就来给您简要介绍几种不同类型的机油滤清器,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 除了众所周知的橙色ExtraGuard高级保护系列以外, Frame方牌还另外提供三种滤清器,来应对不同的换油周期和驾驶风格。 ExtraGuard高级保护系列专为5000英里的换油周期而设计。 这个系列的滤清器可以达到95%的能效等级,可以使用常规机油。 滤清器的材料为纤维混合玻璃介质。 底部装有专利防滑把手,以便于拆卸和安装。 这个系列里还包括一种高里程滤清器,它与高级保护系列具有相同的功能和优点,但还另外增加了一个功能。 它内部安有一个装置,会定时释放凝胶,来护理并保护高里程引擎里的机油。 对于里程数超过75000英里的机动车,其中的防腐添加剂会对机油起到护理并平衡PH值的作用。 这项技术会有效地帮助提高重型卡车的患游周期。 高里程滤清器上也装有便于拆卸和安装的专利防滑把手。 下一个系列的滤清器是TofGuard升级保护系列。 这款滤清器专为7500英里的患游周期而设计,可以使用半合成或全合成机油。 滤清器内配有硅胶纸回阀,来延长其使用寿命。 过滤介质中材料的升级,从而使这个系列的滤清器可以达到99%的能效等级。 最后一个系列是Ultra终极保护系列。 如今许多使用全合成机油的机动车, 患游周期一般在1万到1万5千英里之间。 Ultra终极保护系列就是专门为这些较长的患游周期而设计的。 原因包括以下两点。 首先,它的滤芯采用了钢质介质网和端盖。 介质网的表面又加装了两层高合成锯纸玻璃纤维。 这样,滤清器就达到了比一般经济型滤清器多一倍的补陈能力。 其次,它当中也装有硅胶纸回阀,来延长使用寿命。 这个系列的滤清器也可以达到99%的能效等级。 最后,希望您在看完这段视频之后,会对机油滤清器的构造、分解以及工作原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感谢您的收看。